女中人女友赖木珍在昨天下午三点多在国道一号新营休息站落网 她开的是一部白色的小型国产车似乎想要避人耳目 而国道警察一度是在南下车道守候但是一直不见人影 后来转到了新营休息站北上区就立刻看到Joyce的车辆是开进了停车场 这个时候一部警车一部兵刑警车辆立刻两边包夹 让对方车辆是乖乖的停在格子内束手就擒 这小轿车就是Joyce跟姐姐一起开的国产车 下午三点多一进入新营休息站的停车场立刻被国道警察给盯上 除了警车旁边还有一辆便衣行警的黑色轿车 有两边迅速包夹Joyce的车子让他只得乖乖的停在格子内 李宗瑞女友Joyce赖瑞珍的车辆是在17号校 3点34分进入新营休息站之后 警方立刻上前拦查搜索直到了4点18分 才由国道警察四队借户回到队部征讯晚间送往北检征讯 有通知线上的同仁在北上新营路段这边实施蓝查 那在整个小线上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到该部车 那我们同仁就转到新营湖区的北上 那就在新营湖区的北上发现了这部白色自小客车 根据警方了解Joyce在16号疑似顾步一阵 南下躲到屏东 放尔多时的专业人员决定出手 锁定Joyce的车辆在下午进入新营休息站之后 推测李宗瑞很可能会出面跟姐妹俩会合 不过守候了一段时间之后 并没有发现 所以当Joyce的车辆停入了格子内之后 警方决定上前带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